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在整个考试中考四分 也就是说它是第八章的半壁江山 这个章节它包括几个内容 那么差不多一个小节考一分的样子 第一个内容是关于民事诉讼的法院管辖的问题 首先在整个诉讼管辖中 最重要的就是诉讼的专属管辖 不动产纠纷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那么施工合同纠纷按不动产纠纷来处理 也就是说只能在工程所在地起诉 这是做项目经理的必须知道的最重要的知识点 那么再看协议管辖 除了施工合同 房屋买卖合同 实行专属管辖之外 一般的合同当事人都可以通过书面协议 从被告诸所地 合同旅行地 原告诸所地 合同签订地 标的物所在地 五家法院里 挑一家法院 那么有约定的就只能在约定的法院起诉 但如果你们事先没有约定过 或者约定错误 那么原告就在被告诸所地 或合同旅行地 挑一个法院起诉 那么简记为两个人一起挑 是从五家法院里挑一家 一个人挑 是从两家法院里挑一家 这个条理搞清楚了以后 还是比较简单的 法院收案以后 当事人如果对管辖有疑议 应当在什么时候提 提交答辩状期间 也就是说首次开庭之前 你要阻止它开庭 当事人没有提出疑议 而应数答辩的 四维受诉法院有管辖权 但是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除外 好 我们下面最后道题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诉讼管辖 说法正确的是A 因施工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只能由工程所在地法院管辖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B 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议约定 在其他的法院请诉 这个错了 那么这种协议约定不能违反法律的专门规定 C 法院收案以后 当事人对管辖有疑议的 应当在一审判决做出前提出 还是首次开庭前 在开庭前要提 第一 建设工程设计监理合同 也是用专属管辖 错 只有施工合同 按不动产纠纷来确定 只能在工程所在地 而设计监理合同 是按普通的合同 可以实行协议管辖 好 这是关于诉讼管辖 项目经理必须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有关诉讼当事人和代理人的相关规定 广义的民事诉讼当事人 包括原告 被告 共同诉讼人和第三人 但是作为代理人他不是当事人 代理人是当事人的一个工具 那么当事人可以委托一到两个诉讼代理人 说明诉讼代理人最多只能有两个 哪些人可以做诉讼代理人 那么除了律师 还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自然人当事人的近亲属 或者是单位当事人的员工 以及有关方面推荐的公民 我们把它们简记为律师代理 或者是公民代理 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 需向法院提交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书 那么形式上的要求就是签名或盖章 有一个就可以了 内容上的要求必须要记明事项和权限 代理人做三件事情 一 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 二 和解 三 反诉或者上诉 那么这三个事情必须要经过特别授权 2018年考的 如果授权书上写了四个字 全权代理 但是没有做出具体授权的 视为什么 视为代理人没有获得特别授权 这三个事情不能干 法律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施工单位起诉建设单位 要三千万的工程款 施工单位的律师姓杨 建设单位的律师姓马 两个律师停上一照明 发现都认识的 就约了晚上去吃排档 杨律师就问马律师 你那边 开发商给你多少代理费 马律师一听就垂头上气 1% 就算我全部打赢 这三千万一分都不付 给我三十万 这哪天才能买得上房子 要忙个大半年 杨律师听到了哈哈大笑 我这个案子谈得不错的 啥都没干 就写了个起诉状 已经给了我二十万的前期工作费用了 如果打赢以后 我可以拿到三成 给施工单位七成就行了 这样子 明天我在庭上的起诉三千万 你配合一下 同意给个两千八百万 我这边拿到律师费的以后 我分你个百分之二十 下一个案子 如果你的律师费谈得高 我的律师费谈得低 我配合你 我们常年合作 听到这里 同学们就反应过来了 两个律师挣得盆满钵满 当事人倒了大霉 所以要多少 让多少 我们把这个叫做实体权利 它只能由当事人亲自决定 那么律师只能做一些程序上的事情 代收法律文书 庭上代为辩论等等 这些规定都是法律的 它是为了防止当事人被律师给卖掉 而做出了一些特别的规定 下面看一道题 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A 原告被告 这个是的 B 共同诉讼人是的 C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都是当事人 那么D 诉讼代理人 这个人不是当事人 而是当事人的一个工具 选D 好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民事诉讼的证据 这块的内容非常的复杂 内容很多 那么要求同学们精准地掌握 考试中通常是考一道题 不要陷得太深了 那么首先是关于证据的种类 一共有八个 当事人陈述 书证 误证 试听资料 电子数据 证人证言 鉴定意见和刊言笔录 那么18年考了书证的概念 好 具体的几条规定 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 只有本人陈述 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的 不予支持 但是什么情况下除外 法官认可的除外 还是对方认可的除外 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这句话简化下来就是 在庭上 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 是不需要举证的 只有有争议的事实 才需要你来举证 好 第二条 书证应当提交原件 乌证应当提交原物 如果提交原件原物 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交副制品 试听资料 未经对方同意 试字录字的谈话资料 或者说录音录像 只要不是窃听或侵害隐私取得 都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那么这里的难点 就是试字录取和窃听的区别 你和对方聊天 趁对方不备 把它给录下来 这叫试字录取 别人和别人通话 你趁他们两人不备 放一个录音笔 它藏在下面 那么这个是窃听 通知你参加监理会 你在开会的时候 打开录音笔 这叫试字录取 没有通知你参加监理会 你事先藏一个录音笔在会场 人离开 这个就是窃听 那么试字录取的都有效 而窃听的 是非法无效的东西 凡是知道案件 情况和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什么人不能作证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 12岁的小明出庭作证 他的爸爸经常殴打他的妈妈 那么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 这种基本的是非 事实 他其实是可以作证 90岁的老李 老年痴呆 说话颠三倒四 能不能作证 不能作证 所以这里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 跟年龄没有绝对的关系 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厉害关系 比方说被告的老婆 能不能作证 可以作证 但是不可以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 王某跑到李某家里 把李某打了一顿 那么李某的老婆作证 王某先动了手 那么这个事情 谁先动手 就他老婆一个人在当场看到了 又不是满大街上一抓一大把 所以证人具有稀缺性 他不是用回避 没有办法 你只能让他作证 但是法官也就是参考一下 你做老婆的 当然是帮老公说话 不会偏听偏信 这就叫做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五条 在工程纠纷中 司法鉴定是大量出现的 首先 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是当事人的协商选定 也可以由法官当着两个人的面 摇签 摇一个鉴定机构出来 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疑异的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鉴定人如果拒不作证的 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并且要退还鉴定的费用 这几条证据的基本规定 要求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下面来看一道原来考过的题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说法正确的是A 在民事诉讼中 书证可以只提交非议件 这个说法是错的 应当提交原件 确有困难的时候 才可以提交非议件 未成年人不得担任证人 这个说法是错的 应该是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 未经对方同意 私自录制的谈话资料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错 只要不是窃听或侵害隐私 都可以 第一 当事的一方主张的事实 只要对方认可 无需再举证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好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一下证据的保全和应用 在举证责论的分配上 那么原则上的谁主张谁举证 比方说建设大妹起诉施工大妹 因为施工大妹脱工期 脱了一个月 要求赔偿 那么脱工期由建设大妹来举证 你主张的 施工大妹说 那不是我脱的 那一个月的话 你假工材料晚了两个月才进场 那么这个事情是施工大妹提出来的 那么施工大妹要举证 假工材料没有按时到场 这么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历史上还是08年09年的时候才考过一次 后来再没有考过了 那么这两年我们命题的热点 是这个矩阵实现的问题 矩阵实现是由法院确定 也可以由当事的协商确定 但是要经过法院的准取 一审普通程序不得少于15日 二审不得少于10日 这个考试有要求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与其提供证据 或者对方没有提出疑议的 视为未与其 如果是故意或重大过失 与其提供的 法院不采纳 但如果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 还是应当采纳 并对当事人进行训诫和罚款 有一个家庭装修的纠纷 原告的老太太 官司打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个质量验收单 比较重要的 于是打电话来叫自己的儿子送过来 当庭交给法官 如果对方不吭气 法官就装作若无其事 把他给收下来 如果对方刚好是个律师 阴这个脸告诉法官 早就过了举证实现了 你今天收这个东西不大合适吧 法官就问老太太 为什么现在才送 老太太表示家里发洪水了 法官一清真是聪明 反对无效 收下来 如果老太太说不好意思忘掉了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重大过失 余计提供 法官拿着验收单来看一看 如果跟本案基本事实没啥关系 那就拒收 如果发现这个单子你不收下来 搞不好整个案子认定是完全错掉了 案子都会判错 那么这个时候罚老太三百块钱 把这个单子收下来 这里边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但是不需要同学们过于深入地去记 你只需要记住它是一个宽松的规定就可以 举证实现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东西 是一个宽松的规定 好 证据都齐了以后 那么证据的真假来源 法官不是当事人 他是搞不清楚的 我们说真理越辩越明 那么有必要组织两个当事人在庭上 进行争论辩驳 法官坐山观虎斗 默默地判断哪个证据靠谱 哪个不靠谱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执政过程 对于涉密的证据 我们说法院是公开审判 要接受群众监督的 围观群众很多 那么对于涉密的证据的话 不得公开执政 也就是说有围观群众的时候不要执政 那么任何证据都必须要经过执政 否则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那么考试这两句话 他就会连在一起考 问你涉密的证据是不得执政吗 涉密的证据是应当执政 但是不得公开执政 就是有人围观的时候不要执政 这个概念不能混淆了 经过执政以后 那么各个证据的增加来源 法官已经心知肚明 所以在庭后要进行个认证 对于非法的证据 无证明例 应当排除 比方说夫妻离婚 这个老婆比较狠 找了侦探公司 跟踪自己的老公 车子底下装个GPS导航仪 晚上去哪里 这个记录都有 酒店的开房记录 跟外面女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 都被收起来交到法官手里 那法官一看此风不可掌 如果我都把你全部认定了 那么将来的话 你哪一天在我法官的车子底下装个GPS 我怎么办 所以非法证据应当排除 是这个道理 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那么瑕疵证据指的是证明率比较小的证据 比方说老婆出庭作证 为自己的老公说话 当时对方先动了手 比方说一个少二岁的小孩子 明显做出跟年龄不相符的一些证言 我爸爸妈妈这两口子 我看他们是过不下去的 那么这个跟年龄不相符的 我们把它就叫做瑕疵证据 瑕疵证据指的是 必须和其他的证据相互结合 共同来应证案件的事实 不能偏听偏信 那么证据如果都有效的情况下 还可能会发生冲突 那么不同的证据印证的事实不一样 那么法官就要优先采行哪一个 也要排序的 在所有的证据中 法官最信的是鉴定意见和刊验评诺 它代表着官方或者说是第三方的公信力 法官第二比较信的是书证和误证 书证误证也容易造假 但是因为人类对付书证误证的造假 有几千年的经验 鉴定的技术高度发达 你只要敢造假 我肯定能鉴定出来 所以法官比较信这个东西 那么对于微信聊天记录 或者说是监控录像之类的东西 法官信不信 同学们 越是高科技的东西 越靠不住 因为它一旦被PS 现在的技术很难鉴定出来 像我们国家的监控摄像头 关键时候都是很容易坏掉的 微信的聊天记录 它在截屏之前 它可以先删掉对它不利的一些内容 然后把剩下的东西截个平 所以这东西怎么能全信呢 人讲话靠得住靠不住 人讲话是天底下最靠不住的 排在第四位 那么正人正言 它好歹是案外人 那么当事人陈述 那是鬼话连篇 没一句真的 所以像雷扬的那个案子发生以后 我们注意到这个派出所的刑所长 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演播室里 对着镜头描述当时的情况 同学们 那么这个派出所长 他在执法的时候 他是一个执法者 但是他现在坐在这个演播室里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在做出供诉 所以他说的一切 这种可信力都是非常低的 你不能这时候还认定为他是个警察的身份 他其实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在做供诉 所以这些都是基本的一些证据方面的一些常识 要求同学们大致的了解 好 我们下面做几道题 第一道题是原来律师考试的一道题 大批公司因为买卖纠纷 起诉小华公司 双方商定了25天的举证实现 法院认可 实现届满后 小华公司提出还有一份发货单没有提供 申请延长举证实现 被法院驳回 庭审中 小华公司向法院提交该发货单 尽管大批公司反对 但法院罚了小华公司200块钱 仍旧把证据收下来 进行了质证 那么本案正确的是 A 双方当事人不得协商举证实现 B 当事人双方在法院准许的情况下 可以确定举证实现 那么这道题显然应该选B C 小华公司可以在举证实现届满后申请延期 那么这里错的比较明显 任何东西的延期 比方说建造师续期注册 安全生产许可证续期 都必须是在届满前申请 已经届满了还怎么申请 D 法院对小华公司故意逾期提供的发货单 不赢采纳更不应该组织执政 这个说法是错的 举证实现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 由于发货单 它跟本案基本事实密切相关 所以罚他200块钱可以收下来组织执政 再看第二道题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力 说法正确的是A 试听资料的证明力大于档案吗 这个显然是错的 小于 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大于堪验笔录吗 错 小于堪验笔录 书证的证明力大于物证吗 这个不一定 书证物证是平行的 不一定 第一 规划许可证 它的证明力要大于一般的施工图子 因为规划许可证代表国家的公信力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这道题最终应该选的是D 再看第三道题 总结性的题目 关于建设工程民事诉讼证据 说法正确的是A 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无需再举证 这个是举证上面特别重要的一条原理 B 当事人故意或重大过失与其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一律不得采纳 错 C 施工单位提交某分布分项工程检测报告和工程验收规范 证明该分布分项工程质量合格 其中检测报告和验收规范都属于证据 这个在18年考试中 刚刚考过 同学们 证据是摆事实 而不是讲道理的东西 是证明事实真相的东西 那么这里检测报告属于证据 这个柱子测出来了就是C25 回弹仪回弹下来 强度是C25 验收规范讲 C25以上都合格 这个验收规范 它不是证明事实的 它是讲道理的 所以验收规范不属于证据 同样的道理 图纸是证据 但是法律 法规 这些东西都不是证据 好 再看第一 施工单位因为有一份重要的资料原件 已经移送给成交大案管 向法庭申请调取证据 该证据调出来以后 应该由施工单位和成交大案管执政 这个说法是错的 执政的主体是什么 是双方当事人 也就是原告和被告 对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 进行执政 好 那么关于证据最重要的几条规定 都在这个题里 同学们要重视一下这个题 好 证据讲完了 那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 民事诉讼时效的问题 首先 普通诉讼时效 例如拖欠工程款 都是三年 法律没有做特别规定的 就叫做普通 那么法律特别规定的 叫做特殊时效 跟跨国有关的 国际货物买卖 技术进出口合同是四年 海运是一年 这个在2017年刚刚考过 时效的长度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是时效的起点 诉讼时效的期间 从权力人受侵害 还是知道受侵害 应该是从知道的时候开始计算 例如 甲在乙的办公楼附近 2010年做了一次爆破 不 2018年 已在检修中才发现 有一个隐蔽的部位被证坏了 是10年当时证坏的 但是一直没有发现过 那么问你 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没有 因为诉讼时效是从2018年 知道被侵害的时候 才开始计算 不是从实际被侵害说 好 第二句话 从权力实际被侵害 超过20年的 法院不予保护 那么有同学就说 我看不懂的 你上面讲三年不保护 下面讲20年不保护 那到底是多少年不保护 注意起点不相同 20年是从实际被侵害开始算 而三年是从知道被侵害开始算 这两句话是结合起来用的 例如 三岁的张三踹了四岁的李氏一脚 当时未予注意 19年半以后 李氏结婚 发现技术故障 那么问你在多长时间内 应该起诉张三 主张权力 会受到法院的保护 那么显然表面看 这个民事诉讼时效是三年 但是由于这个事情 实际过去了 已经有19年半了 还有个20年的死限制 所以必须在半年之内起诉 才能够得到法院的保护 如果李氏比较倒霉 第22年结婚 才发现这个问题 那么知道也没有用了 所以这个三年 20年是结合起来用的 好 再看第四个知识点 不是用诉讼时效的情形 是哪三个 这个考试中考的比较多 因为好记 第一个是存款 第二个是债券 第三个股东向公司出资 1995年A公司成立 当时股东王某承诺了出资500万 结果这500万 股东证都拿到手里了 一直没有付到位 2019年 A公司起诉股东王某 要求补其出资 王某表示 这这侯年马月的事情 20多年了 不愿意再给 那么法院审理认为 存款 债券 出资 这三个事情 不是用诉讼时效的 好 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 诉讼时效的终止和中断 时效从知道被侵害 开始往前走 走满三年就结束 但是有的时候时效 走着走着它会暂停 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它会清零 又从零开始计算 那么我们把中子 就叫做破子 或者说是暂停键 而中断就叫做replay 或者说是一个重波键 一个是暂停键 一个是重波键 那么时效终止的原因 是不可抗理其他障碍 这些客观的外界的老天造成的因素 使得当事人想行使 而不能行使请求权 这个时候时效会暂停下来 等外力消失掉以后 再继续往前行进 而中断指的是你起诉对方了 你问对方要了 对方同意还了 这些主观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它意味着你已经行使的请求权 所以时效会中断清零 你要是实在记不住 那么就记住这个标题 天导致中子 人导致中断 最后还有一个小的细节 历史上从未考过 时效的中子只能发生在最后六个月内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网上看一段三十六分钟的视频 三十分钟之前 网页上没有暂停键 暂停键是第三十分钟的时候 网页上开始出现的 那么之后如果发生了地震 非典 战争 暂停键按下去 它就停下来 而头三十分钟之内 因为网上没有暂停 这个网页上没有暂停键 所以无论是地震 非典战争 时效不受影响 正常的行进 那么中断 它是每时每刻都能发生 只要你一行使它就中断 一行使就中断 但是终止不是这样的 这种地方要准确的理解 我们举个例子 按照合同约定 12年的1月1号 发包方应该向承包方付款 但是没有付 14年的5月1号到6月30号 当地发了两个月的特大洪水 手机信号都没有了 导致承包方想行使 而没有办法行使警救权 问你在这个时间 时效是中止的概念 还是中断的概念 这个先要分清 我们说天导致中止 人导致中断 所以洪水导致的 不可能是中断的问题 而是中止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 它到底中止还是不中止 同学们注意 这个洪水来得太早 它是头两年半的时间里 发生了洪水 所以这个时候 网页上还没有出现暂停键 因此时效是继续进行 不受影响 这个洪水如果来得晚一点点 比方说是7月份8月份的洪水 那么时效就会暂停下来 但是头两年半不暂停 那么通过举例子 一定要准确地理解 这个最后六个月是怎么回事